当地时间13日下午三时许 宜兴市主海风景区发生一起因短时强风暴雨 至华道受损引发的伤亡事故 部分游客乘坐的华道小车相撞 冲出华道导致多人伤亡 目前已有三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另有25人受伤 其中两人重伤正在医院抢救 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指挥救援处置工作 公安医疗等部门迅速派员进行救援 伤者被迅速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目前事故详细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WOW TV张会子报道 明镜医院抢救援处使用 復养